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命好的女人福报都是这样修来的 看完圣读十年书一起来听 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一个女人命好不好 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性格个性决定的 那么生活中那些日子过得舒畅 总被人羡慕好命的女人都有什么特点呢 一 她们是爱笑的女人 微笑是她们的通行证 不管走到哪 一张让人如沐春风的笑脸 总能给她们带来许多好人缘 微笑让她们显得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活泼向上 只要和她们相处 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即便有时候情绪不佳 但只要看到她们暖暖的笑容 就会一下子觉得爽朗起来 因为微笑真的特别容易传染 她们的内心往往充满了正能量 乐观积极的处事态度 让她们能从容镇定地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而在经营好自己生活的同时 她们又用自己的微笑 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 和她们相处 你会感到轻松愉悦 你乐意和她们交朋友 乐意帮助她们 所以爱笑的女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她们对这个世界抱以微笑 世界有微笑予以回馈 二 她们是会哭的女人 不需要对哭有什么负担 有人觉得女人一哭就是软弱 就是不够坚强 所以总有人其实在情绪低落到 快要崩溃的时候 还是死撑着 不让眼泪掉下来 结果就是情绪得不到释放 内心更加痛苦 别人还以为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撑不住的时候就不要死撑 哭出来 让压力烦恼委屈 都随眼泪一起流走 给自己的内心减减负 是一种非常好的调节情绪的方法 哭完之后 你往往就会更加理智 冷静 做出的决定 也显得更理智周全 真正关爱你的人看到你哭 通常也会给予你更多的关心和安慰 会哭的女人 也往往更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 如果你们正吵得不可开交 你的眼泪 很可能就会成为让她妥协的必杀剂 三 她们是心宽的女人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你非要斤斤计较 会发现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 其实并不能完全合你心意 要真那么较真地活着 非累死不可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习惯爱好 思想认知不同 难免在处事风格上各有差别 所以只要不违反原则 就尽量选择包容吧 尤其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而言 人越爱计较 生活就越过得不顺心 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的计较 都根本无法改变对方丝毫 换来的只是无休止的争吵 所以说很多时候为琐事 而选择计较 其实最终 不过是和自己过不去而已 一个整天和自己过不去的人 生活怎么会快乐呢 四 她们都是有生活情趣的人 有生活情趣的女人 通常对生活品质有一定的追求 在她们看来 不管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都可以过上一份 属于自己的舒适生活 房子是租来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 就是她们对生活品质最好的诠释 她们的房间一般都会打扫得干净 房间里的布置通常很有氛围 床单 窗帘 台灯 可能都经过她们的精挑细选 会养几盆花 既美观 又充满生机 她们往往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不是每天简单机械地重复自己的生活 她们或许爱读书 爱看电影 或许爱旅行 爱交朋友 她们的生活也因此显得更加充盈饱满 充满活力 五 她们是独立的女人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始终要依附于他人 那就没有自由可言 没有自由的人生 当然不会过得快乐 女人命好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没有自我独立的能力 不要相信我养你那样的鬼话 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都要有可以足够支撑起 自己生活的经济来源 只有这样 你才可以从仁面对 感情里的分分合合 才有能力和勇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人 做个独立的女人 当两个人过日子的时候 你可以为家天真加瓦 当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过得从容不迫 没有多少人天生就是好命的 那些在你看来过得好的女人 多半都有她们的优点 所以不用过于羡慕别人 只有我们努力改变自己 才有更多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